水上迭罗汉 水上芭蕾 方程式摩托艇竞速 5月12号至16号 第九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太极水杯重庆捧水大奖赛 即中美澳艺术滑水精英赛在重庆捧水举行 300余名来自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的艺术滑水选手和摩托艇选手 在乌江水域上演速度与激情 比赛现场马达后名 浪花飞溅 极具科幻风格的摩托艇和艺术滑水巡游 拉开了大赛帷幕 水上迭罗汉 空中飞人 飞驰的各式摩托艇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岸边观看 不时为选手们精湛的记忆鼓掌欢呼 一辆辆摩托艇加速 绕标 超越 冲刺 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摩托艇选手们 角逐最强水上飞人 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喝着乌江水长大的 九年来 他每年都要来看比赛 自己现在也很热爱摩托艇 每届的赛事结束后 自己都会前去体验一番 市民彭女士告诉记者 作为年轻人 这种形式的比赛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 在大呼过瘾的同时 也舒缓了工作中的压力 我是第一次看这样的摩托艇 还有滑水表演的比赛 然后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时尚吧 我们作为年轻人呢 平时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然后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觉得就是也在大开眼界的同时 感觉压力也减轻了 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就非常有观赏性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应该要多举办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有更多人能够喜欢 并且支持这样的运动 赛事运营机构负责人孟磊表示 赛事的发展离不开运动员 和教练员们的心情付出 更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我们运动员 他们为了这个整个比赛 拼搏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开幕式上 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们 老中青三代 他们为了整个比赛 做出这些付出 那有些比如说 他们有的时候在伤病的时候 我们见过 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受伤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觉得 整个比赛能坚持9年 是跟我们整个的 不管是运动员 教练员 赛队他们的坚持 是分不开的 此次赛事吸引了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多位艺术滑水精英 及20只专业摩托艇 运动队参赛 在为期五天的赛事里 将开展 方程式摩托艇竞速赛 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水上飞人 以及艺术滑水比赛等多项赛事 国家体育总局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李瑞琳表示 通过各地水上运动的开展 他们将积极打造 水上综合体建设 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水上体育事业 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 水上运动它有特有的魅力 可以吸引大众清水 感受水上运动的特点 因此通过水上运动的开展 特别通过赛事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推动 打造水上运动综合体 这些综合体的建设 就是要希望结合着 地方经济的发展 能够为体育产业 达到良好的平台